有一个坏消息 詹姆斯韦伯被撞了 就是那个望远镜了 那啥时候根据他们的分析 这次碰撞发生在5月23到5月25日期间 招失者是一枚直径大约0.1毫米的微陨石 0.1毫米听起来很小对吧 但是考虑到在太空当中 两者的相对速度有多大所能造成的破坏 还是肉眼可见的 而且实际上 这已经是韦伯望远镜出发后 遇到的第五次陨石袭击了 前四次之所以没有见到任何报道 是因为他们都很小 小到完全就在NASA自己的预计当中 其实像韦伯这么大的东西 你把它发射到太空当中去 是很明显需要做好 被无数运势撞击的准备的 其实太空一点也不空 这点NASA已经从哈勃那儿 学到了太多的经验了 早在1993年 只在哈勃绕着地球旋转了两年多之后 它的太阳能电视板上 就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撞击坑了 人们知道这点其实纯属意外 要不是因为它造成了望远镜上异常的升温的话 也不会被替换下来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够让科学家近距离研究 微陨石撞击的案例了 当然也有不少的撞击坑灯 其实是被我们自己发射上去的太空垃圾给撞出来的 于是30年后NASA的科学家其实对微陨石的装机是蛮有信心的 比方就拿韦伯来说吧 尽管它要去的地方远离地球轨道 不太可能碰上什么人造碎片 但是几十年运行下来也一定会收集到数不清的微陨石的 所以当初那18片镜片就被磨得光滑的远超必要范围了 换句话说就是 哪怕上面被微陨石刮出了很多的划痕 其光滑程度依然是可用的 因为人们早就为此做好了荣余的处理 另外由于每一片镜片都是单独可动的 所以就能够让科学家通过物理的调整来消除 某一片镜片损坏所带来的整体的影响 哪怕损坏的较为严重了 当然如果不太严重的话 单靠算法来对图像进行处理修复就可以了 所以咱说回到这次的撞击 它对微博造成破坏了吗 10滴被撞到的编号为C3的镜片肯定是有所损伤的 但是它对微博的观测结果和整个任务的成败造成威胁了吗 没有 NASA确实是从微博拍摄的图像上识别到了这次的撞击 但是也仅仅只是使用了软件就将其修复了 甚至都没有到动镜片位置的程度 所以目前它还好得很 只是按照一位项目资深天文学家的话来说 它发生的有点太快了 NASA预计微博早晚都会遇上较大的微雨时的 只是不曾想在刚刚上天半年之后就给碰到了 所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